歡迎收聽《新視角聽新聞》 西岸封城突顯清零政策失敗並波及體制 投訴聲鏈 中共太空競爭八島合作一戰幾雕 這是美國時事評論員橫河先生的觀點 千萬人口的城市西岸突然封城堪比當年的武漢 到以往多次多地局部封鎖 更能夠顯示中共清零政策的誤區以致失敗 清零政策而不是科學手段 它的來源是中共意識形態 SARS經驗的誤導 清零失敗即是體制失敗 無法用情治官員解決 中共向聯合國投訴聲鏈危及太空站 真實的目的或聲鏈將會打破中共信息封鎖 西岸封城突顯零容忍抗疫情的局限和任意性 最近世界各國感染人數都在增加 有些國家採取的措施非常過分 但是與中國特定地區還不能比 西岸封城就是一個例子 早前我們已經討論過 中國某些地區出現病例之後的嚴厲封鎖措施 說到當時封鎖的只是小區或城市的某個特定地區 問題在於一旦疫情在大城市爆發或多地爆發或在北京爆發 這麼嚴厲的封鎖措施會帶來幾個後果 第一 大城市居民日常的生活供應會成為很大難題 西岸封城6天 生活供應困難已經出現 由於突發封城 居民來不切團職日用品 而且蔬菜還沒有長期團職 造成連吃飯都成問題 蔬菜價飆升不但還根本買不到 搞到民怨沸騰 第二 經濟活動停滯 會進一步拖累目前已經很嚴重的供應鏈外移情況 中國的經濟在過去一年雖然有大量外企離開 但是由於各國都採取較嚴厲的管制 反而對維持生產的中國大陸需求大增 令大陸經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維持 但是如果疫情進一步蔓延在過分嚴厲的封鎖措施下 加上過去一年多人為的干擾對經濟造成巨大打擊 這個目前還未看到全局性的變化 但是目前的疫情繼續對應措施照舊 這樣便會有後果 第三 會動搖外國運動員 參加北京東奧的信心 這方面已經出現的外交抵制基礎 再加上運動員抵制 會令北京利用東奧 擴大政治影響力的野心受挫 西岸實行的暴力清零政策 依據是什麼呢? 一種來源可能是醫學科學 不過就沒有任何證據證明 而另一種來源是行政 目前實際就是這種情況 零容忍政策來自最高層 當一個地區出現大量感染病例的時候 不是用科學的方法去分析原因 採取相應措施 而是對當地官員進行懲罰 或者這些官員該罰 但是懲罰的後果就是 官員並不主動解決問題 就是我們現在在西安看到的 在懲罰了26名官員之後 封城措施已經堪給去年年初的武漢 措施是不是有用呢? 中紀委監測部文章舉例的問題包括 核酸檢測組織不嚴密 樣本送檢不及時 檢測樣本調度不精準 實際上 核酸檢測在技術上 是達不到百分百準確的 抽樣是人工操作 就有經驗和狀態的差別 檢測部分也是一樣 即使PCR檢測準確度夠高 也避免不了假陽性和假陰性 結果是假陽性多了 會將很多健康的人運起來 還會造成疫情的誇大 引起恐慌和不必要的過渡措施 而假陰性就會令帶病毒者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傳播 在實行病毒共存的情況下是統計數字的問題 但在寧容忍的政策下 就是一個有和沒有的問題 只要檢測不到百分百人群 又不是百分百準確 就不可能清零 還有是吳擔當、吳作為 推諉、射博、消極應付 思想重視程度不足 主體責任落實吳到位 制度執行不嚴格 內部管理混亂 造成境外隔離酒店工作人員感染 流行病學調查 管控工作銜接吳昌信 吳同步 導致密切接觸人士 不能及時管控到位 其實吳擔當、吳作為的主要原因 很可能是制定的政策就是錯誤的 或是不明確的 對於中國官場 需要的是服從和執行 任何主動行為 都有可能得罪上司 都有可能違背最高層的意願 從而犯政治錯誤 使官員只能表現出被動執行 如果出現廣泛的消極應對 其實最需要考慮的是政策是否可行 當然主要的是 只是對上面負責的體制 疫情已經在全世界社區流行了近兩年 Omicron在非洲被發現後 美國還宣布對非洲和周邊幾個國家實施過禁令 但是毫無用處 很快就在社區流行 中國也是一樣 怎麼可以想像 同世界接軌的十多億人口國家 能夠完全倒絕境外輸入病例 即使可以做到作為疫情的懸發地 怎麼可能人為此完全消滅 而不會由內部再次爆發呢 再說如果可以將每一條傳播途徑都搞清楚 密切接觸者都跟蹤到 為什麼到現在都還沒找到零號病人 和所謂的中間宿主呢 說到以往經驗的誤導 中共的清零政策 我認為主要是受意識形態 和以往經驗雙重影響 在意識形態上 中共全盤否定了中國文化的天人合一 和自然和諧共處的傳統 而接受了馬列主義鬥爭哲學 毛澤東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的 三個奇樂無窮就是典型 對病毒清零和三門合三合大壩工程 大躍進 某產萬根是一脈雙城的 換句話說這些都是中共的形象工程 是證明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工程 是強化中共政權合法性的 上個月中共紀檢監察部 曾發表過一篇文章被新華網轉載 題目是新冠病毒凌容忍政策 彰顯人民立場制度優勢 既然寧容忍和制度優勢掛勾 清零失敗也證明制度失敗 這是他們自己說的 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就是以往經驗的誤解 中共曾在2003年SARS期間 進行過嚴格的行政管控 最後SARS真的沒有了 中共就認為是嚴格管控的結果 所以認為行政措施可以戰勝病毒 實際上由醫學角度看SARS的高死亡率 使傳播相對困難 因為很少有機會出現隱形傳播者 就是說是人能看見的行政措施相對有效 當然在另一個角度看 其實沒有人知道真正SARS是如何消失的 或者根本不是人為努力的結果 以前沒有疫苗 瘟疫該結束的時候自己就結束 1918年西班牙流感之所以造成這麼嚴重的後果 並不是因為它的死亡率高 而是傳染性強 全世界十幾億人感染 百分之五的死亡率就是好幾千萬 其實不僅是中共 世界各國這次對疫情的措施 都是可圈可點的 很多不需要等到時候 剛剛開始實施就知道是錯的 至少有一點 現在越來越多人認識到 即是這次人為的干預 包括部分封城、疫苗、隔離、社交距離 甚至戴口罩 在大部分國家 並沒有影響或改變疫情的流行 病毒只要在關鍵部分有些突變 就將人為這麼巨大的努力抵消作廢 Omicron變種就是這樣 這幾天還有一條新聞 中共常駐聯合國維也納代表團 12月3日向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發出召喚 其實就是投訴 說馬斯克的SpaceX旗下星鏈衛星 今年7月和10月兩度接近中國太空站 對太空站裡的太空人構成威脅 迫不得已採取緊急逃避碰撞措施 如果事件發生在7月和10月 為何到現在才投訴呢? 我想中共這個投訴有幾個可能原因 相對可能性比較低的 是衛星接近太空站造成威脅 現在太空軌道上有太多的衛星 太多的太空垃圾 每個有太空飛行能力的國家和公司都有責任 但似乎沒有哪個國家有意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主動解決本國問題 就等於將太空控制權交給其他國家 甚至是敵對國家 除了無可避免的新衛星和舊衛星 或太空飛船的殘骸 還有人為製造 而本來可以避免的 例如2007年 中共進行軍事反衛星測試 由西昌衛星發射中心發射的一枚開拓者1號火箭 擊毀了軌道高度865公里重750公斤的中國自機暴廢的氣象衛星 風雲1號C 被認為是人類製造第二多的太空垃圾行動 留下2300件可被追蹤 尺寸大個高爾夫球的太空垃圾 3500多件大約1厘米和100多萬件大約1毫米的太空垃圾 在地球軌跡上運行 到目前為止 減少太空垃圾或合理使用地球太空的國際合作 並沒有發生 還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太空競爭方面 中共的主要對手就是美國 而中共現在在航天計劃受到一定的障礙 最近的發射不太成功 有人估計是受到美國制裁禁問某些關鍵晶片造成的 因此有必要限制美國的發展 另外還有一種可能 就是要打擊一下馬斯克 《新經報》有一篇文章 《中國空間站緊急被碰馬斯克的聲鏈為何如此豪華》 用了豪華這個詞語 其實文章內容並沒有那麼明顯 標題那麼突出 顯然是要煽動國內的某些情緒 果然小粉紅就紛紛痛斥馬斯克 而是否會抵制特斯拉 還有待觀察 最後一種可能性 就是擔心聲鏈計劃實施之後 會對中共的網絡封鎖信息控制 造成最大的威脅 甚至前功盡快 華為5G前幾年在世界各國 一路擴張的時候 就有人提到馬斯克的聲鏈計劃 直接挑過5G甚至6G 一下子把全球都連上 最近有個說法 說馬斯克要自己的智能手機 可以直接連接聲鏈 連機站都不用 中共的統治 在網絡時代 一方面是輿論道向 一方面是信息封鎖 兩者配合才能欺騙中國民眾 如果網絡封鎖失敗 輿論道向就是 所以投訴真正的目的 並不一定是太空站的安全 今天看到一個真正的笑話 美國稅務局今年報稅指南 其中非法活動收入 是以販毒為例作為指南 販毒收入 必須填入Segel-1的第八項 如果是盜竊財產 就需要在盜竊的當年 折合合理的市場價值報稅 除非當年歸還 那是否真的呢? 以上節目內容 取材至橫河觀點